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基本上面的話 我們上一堂課已經講到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知道這個 在空間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電廠怎麼 我已經知道電廠了 我就可以去求電位 那這個電位的部分的話 就是B點的電位跟A點的電位 它們之間的差 就是E.BL 從A點1到B點 這邊有一個負號 這是第一個 接著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如果我已經知道電位 我們怎麼知道電廠的多少 在上一堂課我們已經講到 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電位 知道電廠的話 其實就是把你的電位呢 你的電位呢 隨著位置的變化 做一個微分 那你的位置呢 因為 裡面是各個不同的方向 所以您就把它 變成是各個不同的方向 去做微分 那 為了方便起見 在數學 這些符號 i 方形 long long x 再加上 我把符號提到外面來好了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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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上面 可以把它寫成 換句話說 你這個就是負的軌點V 所以 軌點 實際上 它的定義 它只是一個算符 這個算符呢 就跟 原廠一樣 它就是一個算符 它本身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只有 它作用在 某一個物理量上面 才有意義 就像你說家 有沒有意義 沒有 那你一定要是1加2 你才有 類似的 軌點本身 它就是一個梯度而已 那到底這個梯度是什麼 就是對應V這個 對應Potential V 那Potential本身是XYZ 的函數的情況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直接把它寫成 然後 我們在上一堂課裡面 基本上面 已經到達這個情況 那我說軌點 這個符號 基本上它是它的梯度 那這個是直角座標系 也就是說 你在一點上面 在空間的一點 那在這一點上面呢 P點上 它如果它的座標是SYZ的部分 那對這個SYZ這個座標的P點而言的話 對這個P點而言的話 那你就要看這個整個Potential在空間的分布 然後它球 然後它球 就像我們上一堂課講說 我們從一個三頂 那把一個球把它放下來的時候 那它沿哪裡走 那就是這個gradient的部分 好 那這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講過說 RX 這個XYZ 其實我可以用另外一個 這個座標系統來表示 那就是R 這是CTA 這是PHY 所以我可以用R CTA PHY來表示 對不對 好 那其實呢 這個就是球座標系統 那如果我用這個 球座標系統來表示的時候呢 基本上面這個gradient 它的三個方向 RCTA PHY R的話呢 是什麼 鏡向朝外 這個就是R向量 那CTA呢 CTA就是 CTA零度是這樣子 然後CTA零度是這樣 然後往CTA增加的方向 所以CTA增加的方向 就是這個切線方向 這是CTA的方向 那PHY呢 PHY就是往PHY增加的方向 所以 這是一個 你做一個圓 那PHY增加的方向 OK 那基本上面 R CTA PHY這三個 這個三個 這個 univator 是彼此垂直的 OK 好 這三個univator 是彼此垂直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可以把我的gradient 這個gradient的算乎呢 把它表示 乘RCTA PHY的這個算乎 那一方向上面呢 是Rsin CTA分之一的 LongLongY 所以 如果 你的potential 不是XYZ 你是 我把它表示成 RCTA PHY的時候 那我也可以把它 全部變成SYZ以後 直接用這樣子的算乎來表示 也可以直接 就用它來 來計算 OK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 我說 RCTA PHY 這是球坐標的情況 我們在前一陣子 我們也 對這個 沿著的坐標系統 也講過說 RCTA PHY 不只可以 這個P點 不只可以 表示成RCTA PHY 我還可以把它 表示成R R R是什麼 是它 這個投影到SY平面上面 跟O點的距離 那這個就是R 然後呢 PHY OK ZO PHY已經把這一點固定了 那 再來就是Z 所以P點的位置 直上就是 你ZO已經固定 PHY固定 然後Z 就把P點的位置固定了 這是這個沿著坐標系統 那沿著坐標系統 也有三個univator 這三個univator 這個是R增加的方向 那PHY增加的方向 跟這個 一樣 OK 那Z增加的方向 就是三個univator 這三個univator 一樣的是什麼 都是垂直的 那 假設 我這個potential 是用ROW PHY Z 來表示的話 那我說 基本上面 我就可以把我的鬼點 寫成是 ROW ROW 再加上 PHY ROW分之一 ROW ROW PHY OK 所以你一旦寫成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的potential 就是寫成ROW Y Z V 這樣子的編 就是以 沿著坐標系統來表示 所以 基本上面 OK 我已經知道 我的 這個 電位跟電 廠的關係 它是一個 HOOD Gradient V的關係 以後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依照我的 這個 電位的 表示方式 potential的 表示方式 來求我的 電場 的情況 那 這是 完全是一個 數學的 一個關係 而已 那這裡 這三個東西 就是在 項量裡面 項量分析裡面 就是你們的 物理數學裡面 大概是第一章 第二章 應該要講到 因為你們在 大二的時候的 電磁學 全部通通是 這個 東西 那詳細的 推導在這邊 我們就不推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說 你已經知道 這三個關係了 我們就舉個例子 來看看我們怎麼應用 好 我說 我們就先來求一下 我們的potential 情況 那 你都已經知道說 這是我們知道 一個point charge 電場 是等於 這個 4π 1 0 分之1 r 平方 分之1 分之1 就是 就直接寫成 q 所以對這個電場來講的話 我們在之前 也 把它計算過 我們的電位 那電位是 4π 1 0分之1 r分之q 這是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那你直接 我們想要 印證的就是說 假設我們知道電位 我去求電場 那我知道電位了 那 我就把它回一點 負的 就是我的電場 那 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 我用的 就是 什麼 我把 我的q 任何一點 電場 的部分 用的就是 求坐標的部分 所以 所以 你直接把它放進來 我就 變成 是什麼 負的 4π 1 0 q 是常數 把它拿到外面來 然後 1 r分之1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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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 那 c 它不是c 它不是c的函數 也不是phi的函數 所以 你只要 求 第一項就好了 那 換句話說 這個 球出來的話 是4π 1 0分之q ok 這 r 平方 戶戶的正 r 就出來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球坐標 的軌點 什麼算 那我就只有乖乖的算 把它換成直角坐標式同 我說 vr 我可以變成 4π 1 0 r 是等於 s 平方 加y 平方 加z 平方 開根號 分子1 q ok 那我的 電場1 我已經知道以後 可以 可以到這裡 試試 好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電場1 我就直接用直角坐標系統 那 就變成是 什麼 負的 gradient v 是等於負的 i 乍乍 x ok 那 把4π 1190 q 把它先提到外面來 輪到外面 輪輪s的 這個對 x為分 再加上 j輪輪y 更號 s平方 加y 平方 加z平 然後對 y 然後對 y為分 再加上 k rong rong z 根號 x平方 x平方 加y 平方 加z平方 所以 基本上 這就變成 4π 1190 分之q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關係 那你就把它 i 這個對x為分 x平方 加y 平方 加z平方 這 2分之1 2分之3次方 2分之1 乘上 那2分之1 2分之1 消掉 那 j方向 k方向 一樣的 好 你把它算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就負負的 1 2分之2 1 2分之1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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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4π1分之1的QR的三次方分之R 向量 那我们说我们把R去掉一个 就变成是4π1分之QR平方分之1的R Univator 就是回到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只是让你们熟悉 你们不是很熟悉的一个数学而已 点电后的情况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是一个diple的情况 到这边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好那我们说diple diple是什么 diple是什么 diple是由什么组成 今天14号 14号同学 什么是diple 28号 怎样 电后 电后 电后局是什么组成 两个正负电货 两个正负电货 一正一户 然后呢 嗯 你说什么 负的指向正 负的指向正 方向 电后局的方向 是负的指向正 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diple Q 就是负Q 那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如果是d 好 那它的方向呢 在我们现在画的呢 抱歉 就是正K的方向 也就是Z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 基本上面 在之前我们说 我们在算它的电场 你也不敢算 随随便便一点的电场 那你只敢算 这个对称点的电场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 就是说 今天我们把这个 这个diple呢 因为你的potential 是一个scaler 所以 我直接就把这个diple的部分呢 任意一点的电场 我把它 电位我先把它算出来 那我们看到的是 任意一点的电位呢 ok ok 我说这是r 正 这是r户 中间这个是r 那c塔角 用球坐标系统 c塔角 这个就是c塔 ok 依照我们对电位的了解的话 那在这一点的电位 因为p已经被我用掉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点是s点好了 s点的电位的话 那我们就是知道说它是4pi 1155分子1 r正 的q 再加上 r负的q 负q ok 所以我们可以马上知道 是pi 1155 你把它提到外面 r正 r负 r负 -r正 那r负-r正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当r 假设d 我说r呢 眼大于d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把r正跟r负呢 r负-r正呢 实际上 这两个是一个几乎平行的 我就可以把它 我说他们减出来的值 就是d的cos c塔 ok 换句话说 r负-r正 就是d的cos c塔 换句话说 r正r负 也几乎就是r平方 所以bs 实际上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4pi 1155分子1 r平方分之 qd的cos c塔 qd本来就是我们的diple moment的大小 然后cos的c塔 就是q 这个potential 这个diple moment 跟r的夹角 所以 你如果 要把它写成向量形式 你可以把它写成p dot r ok 这是我们这个diple moment 所产生的potential 最 这个 典型的一个potential的一个形式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potential 我已经求出来了 那 求出pential以后 我就希望 求出我的电场 那 我说我的电场 一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用的都是 圆柱 哎 求坐标啦 所以我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 我就用球标系统 我也可以把它画成直角坐标系统去做 那你们可以自己画 看看 我在这边就直接把它带到球坐标系统里面去 它就是负的r向量 r向量r加上ceta的r分之1r向量ceta 再加上5rsin1r向量ceta的r分之1r向量ceta 你的potential 当r眼大于d的时候 就是这个值 4πh0r平方ceta 很明显的你知道 在这里并没有phi的函数 所以这一项 对它为分是等于0的 这一项你就可以 微分是等于0 那前面的部分 负的是π1.0分Qd 把它画出来 对R为分2R30 负的cosθ 再来对θ为分 R分之1 那R平方 θ的话是cosθ是负θ 为负子 那句话说 现在你看到 你的结果是非常简单的 是π1.0 然后Qd 然后两倍的Rcosθ 加上sineθ方向 那Qd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diple moment的大小 p OK 所以你的电场就求出来了 这个电场 是在任何位置 你都已经求出来 那你可以把你的电场 我直接把它放在这边 很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电场的话 在Cta等于0的时候 Cta等于0这一项就等于0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Cta等于0的话 其实是镜向朝外 换句话说 我们的diple moment 在Cta等于0 在这个方向上面 你的电场 Cta等于0是镜向朝外的 换句话说 你记住你这边的电场 是镜向朝外的 然后呢 Cta等于π的时候 然后是-r 这是你的电场的方向 当Cta等于90度的时候 这一项等于0了 所以你的电场是Cta方向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电场是什么 这个方向 OK 实际上你把这个电场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带进去 然后用电脑算一算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电场基本上 它是一个 它由正出发 可以换句话说 你看到这边的电场 它几乎都是Cta角 电场 那这边的电场 也接近轴的电场 它就是镜向r的方向 这是负r 负r的话 这方向相反 负r应该是这个方向 OK 这就是我们的dipo的整个场 而这个呢 是一个在物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dipo moment的场 然而你在直接用电场去算的话 你并不容易去解这个问题 但是你从电位去求电场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电场把它解出来 那有同学说我不会求坐标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没有问题 你就把这个全部把它带成什么 Potential就变成4π 一凶零 r r的话就是等于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这是r平方 那cosCta等于什么 cosCta就是r分之z 所以这个是等于 2分是三次方的qdz 那用它来做尾分 OK 那你一样的可以去计算的到 就是跟这里的 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好 这是我们对于 从定场 求定位 跟从定位求定场 整个的关系 那 就是给你们一个 就是第四组好了 我说 这是下一次 在discussion的 我说 这应该是discussion the homework 我说你去计算四极指 那四极指是两个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把我的四极指 把它化成 就是正q 所以我是有两个dipo 一个dipo 两个dipo 那去组成 这是负的p 这是正p 有两个dipo 所组成的四极指 那我要你去求 电位是多少 然后 这个电场是多少 那当然 在 这边的距离 如果都是a 好 那我说 当然你在求定场的时候 然后 你这个 希望 在求的这一点r 这p点r r呢 r呢 是远大于a的情况之下 那会把问题 把它简化非常非常多的情况去求 那这是给你们回去做的一个实体 记住一件事情 再回去做的习题 虽然是你们同学第一 只有一组上台 但是你自己不做的话 你永远那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ok 从你们上学期的这个表现跟正学期 第一次的看情况 我就可以看出来 你们认为那是别人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对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有这种心态的话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更上一层了 好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嗯 哪一个地方 这个怎样 这个是电厂 这个是电厂 什么 那个电厂 这个是电厂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 对啊 电厂的 抱歉我这边 电厂我放完 就是应该 这样出了 ok 很好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电厂 我们知道电位 电位差 那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电位能 电位能的观念 其实是跟你在重力厂里面 它的重力位能是一样的概念 那在重力厂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重力位能 是什么 如何知道它有重力位能 就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好 好 我把这个粉笔 从这一点移到 那 我说它有一个重力位 你怎么知道 重力 你怎么会掉下 你的形式表示出来了 那怎么样的 在电厂里面 也是一样 当我把 当我把 任何 自从无穷眼的 移过来 移过来 那移过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 好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产生一个动能 不管它是 这个往 这边走 会 基本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 可以 出来了 所以 我把 就是在这里 是具备一个 跟 就是 未能的情况 它是跟位置相关的能量 而这个位置相关的能量 是什么引起的 是因为 空间里面有这个电厂存在 你要从 老眼的地方 是需要 对它做工的 你对它做的工 就储存在这个位置上面 假设 空间里面 空无余物 完全没有东西的时候 这个particle 在无穷眼的地方 你把它移动 需不需要做工 现在因为 有一个厂存在 这个厂是不是它产生的 重要的是 这个particle 从无穷眼的地方 所做的工 跑到哪里去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具备的能量 ok 换句话就是它的potential energy 好 好 那我说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那 我们如果是一点更何的概念 我说 你从无穷眼的地方 把它移到这里 这一点 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 它距离它如果是R的话 那它所具有的位能 跟无穷眼的地方的位能差 是等于 是particle r分子q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这边还在 ok 那 你也知道 这个 你对它所做的工 就是等于q0的 v 换句话说 在这里面 你对这个空间 你对这个q0的电荷 实际上做的工 现在储存在q0所在的R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工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 energy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所以 假设你现在是 两个点电荷 q1 q2 那你现在 要把q0移到这个空间里 那 这是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R10 就是R20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 q0在无穷眼的地方 要把它移过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实际上q0啊 要移动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 客服 Q1跟Q2 这个两个系统 所在空间里面 所建立的场 对不对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说 我如果 如果 我如果q0在无穷眼 把它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的potential 实际上是 等于 4Pi R10 Q1 然后再加上 4Pi 1 R20 Q2 4Pi Q0的过程 从老眼的地方 跟这一点 它在这一点之间 从无穷眼的地方 你令它等于0的情况 它的V是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 你要把Q0移到这个位置上面 你所需要做的工 是等于Q0V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Q0移进来的时候 你所需要做的工 然而空间空无以物的时候 你要移动一个点 电荷到某一个点 我空无以物的时候 我把Q1移进来 不需要做任何的工 但是 一旦Q1在这里了 你要以Q2进来的时候 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 你必须要Q1 所建立的场 你要克服它 你才可以 所以当你移Q2的时候 Q2从无穷眼的地方移到R12的位置的时候 实际上是什么 一样的是要做R12的Q1 Q2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 假设 这个空间现在没有第四个电荷进来了 Q1在这里 Q2进来 进来 你要做这么多工 然后 Q0再进来 你又要做这么多的工 所以 Q1 Q2 Q3 在这个空间里面 实际上 我对这个系统 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 在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我说我要summation W 起来 才是这个整个系统的 total potential energy OK 所以 简单的写 就是等于4π1 0 分之1 R10 的Q0 Q1 加上R12的Q1 Q2 再加上R02的Q0 Q2 这是三个系统 三个点核 N个点核 N个点核 你可以 一路上去类推 所以 我说有N个 N个 point charge 那你在空间里面要进 要组成一个系统的时候 那我说 我就知道说 我需要把 第一个点核进来没有问题 第二个点核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第三个进来就是他 第四个 第四个你就要克服他他他 对他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把它 依照这个类推下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等于4π1 0 分之1 然后 允许 R I R Z Q I Q J 你把它加起来 I J OK 你就全部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们所有的功 那这个功呢 就是我们的变位能的部分 N个 particle 的情况 一样的情况 好 所以如果你是四个的时候 那你应该有几下 有六下 四个应该有 好 好 那 平常啊 我们这个 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 4π1 0 分之1 这个是 I等于1 就固定J J等于1到N 但是I不等于J 那因为你这样子算的话 会重复计算 所以我们大部分会把 I 是大于 J 或者是J 大于I 的情况 把它写出来 它就是 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把 I 这个 I固定的时候 或者是J固定都没有关系 先固定一个三数把它加起来 然后一直一直把它上起来 好 好 这是我们的 这个结果 那这是我们的电位能 这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 这系统所组成的电位能 好 那这个功 平常这个功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U 就是我们的电位能 OK 好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说 这个 一群的电荷的时候 它其实储存的电位能的 这个 它的缝是这样子的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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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